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推出,根据全媒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协会NAFIT统计,世界上约30亿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RITES制度,覆盖美洲、欧洲、亚洲、大洋洲,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,特别值得注意的是,印度也在2015推出了RITES,按照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长红磊的说法,极致目前中国并没有出现真正的RITES,仅有所谓的准RITES或类RITES。 博士指通车后语通制度,原因何在? 洪磊认为,长期以来,人们对RITES的翻译有误,理解过于狭隘,认为它只是房地产投资工具,实践中进一步移化为房地产的债务融资工具,阻碍了RITES的发展。 这一认识股区也导致RITES与房地产市场捆绑在一起,仅从房地产市场看RITES发展需求,没有看到RITES的完整功能,RITES的完整功能并没有标准答案。 国际实践经验显示,RITES的基础资产,出住宅不动产和写字楼以外,还包括零售物业、医疗保健、基础设施、仓储、工业地产、酒店、数据中心等。 这也引申出RITES的两大属性,金融属性和不动产属性,金融属性体现在,RITES作为一种金融投资产品,为投资者提供不动产投资渠道,不动产属性体现在,RITES专注于可产生定期租金收入的成熟不动产,从本质上来说,RITES是将成熟不动产物业在资本市场进行证券化。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,中国推出RITES有两大意义,其一,RITES是金融服务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,其二,建设RITES市场是金融体系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报告认为,引入RITES一方面有助于化解银行不良资产,另一方面为市场提供简单、直接、高效的融资方式,以去杠杆为例,银行和不动产联系紧密。 无论是建设开发贷款,还是经营性物业贷款,基本都体现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上,不动产价格下滑将给银行业带来系统性风险,引入RITES产品增强了全社会的风险分担能力,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。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翘近日在中国RITES论坛上,援引麦肯锡研究指出,整个中国债务底面,大约接近40%至50%的债务,和房地产行业连在一起,牵一发而动全身。 房地产行业本身任何一点变化,都对中国经济带来很大影响,不仅反映在杠杆水平的变迁,还反映在整个GDP增速和质量上。 这天引出为什么中国要发展RITES这样一个大背景,刘翘说,困难在哪,中国还没有真正的RITES产品,类RITES产品市场的累计发行规模约400多亿,其中2016年至今交易所发行规模超过174亿。 截至2016年底,美国RITES市场市值约1.02万亿美元,香港RITES市场市值接近300亿美元,新加坡RITES市场市值约480亿美元。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研究认为,中国公募RITES市场规模将达到4万亿至12万亿元,年外之一,中国RITES市场增长空间巨大,但资本的收益和退出仍然是社会资本考虑。 是否介入的两个重要问题,从国际上RITES产生和发展来看,税收优惠是一个重要的驱动因素,美国、日本、新加坡、中国香港都采取了一定的优惠措施。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研究也认为,在中国现行的税收制度下,不动产的交易和经营税负较重,客观上制约了RITES收益率,建议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,驱动租赁住房RITES规模化发展。 红磊认为中国RITES发展还需要解决以下几方面问题,一是基础资产信用不独立,无法摆脱刚性兑付,二是制度环境治后,缺少统一的市场化运作环境,三是缺少综合性行业税制安排,四是资产时有成本和资金成本过高,权益型投资回报率不足。 上述研究报告则认为,除了缺乏对RITES的正确认识,中国RITES发展还面临三方面问题,一是缺少针对RITES的法律定位和法规框架。 目前发行的类RITES产品在投资期限、投资范围、收入来源、负责限制、信息披露、关联交易、分配方式等诸多方面,仍没有统一制度规范,进行专项立法,或是单独设立监管机构牵涉面光,制度规范成本高。 二是税收环境约束RITES发展,中国没有专门针对RITES产品的法律框架,存在一定的税收劣势,对其收益有影响,特别是在RITES产品结构搭建过程中,大量项目涉及底层不动产产权的剥裂和重组。 在当前国内税保环境下,资产充足通常涉及土地增值税、汽税、增值税、企业所得税等大量税费成本。 三是RITES市场的相关基本条件不成熟,市场所需的配套设施不完善,例如深谙不动产行业的专业中介机构投资银行、平级机构、绿索等。 成熟的物业管理市场,一定数量的不动产资产管理人才等,尽管存在很多问题,国内的监管部门和各市场主体在不动产证券化方面的探索,一直没有停止过。 最近的好消息是,4月25日,中国证监会和住建部联合发布,关于推进住房租赁资产证券化相关工作的通知,明确提出试点发行RITES来源。 国市直通车作者,张文角编辑,杨嘉欣。